中美巴厘岛会晤后 美国不装了 中国把致命筹码放在这搜面上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中成talk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中美巴厘岛会晤后 美国不装了 一周内使出了多个手段 中国也把致命筹码放在这搜面上 在前不久 中美外长在巴厘岛举行了会晤 通告声明写的是 双方进行了全面深入 坦诚和长时间的沟通 对于这种外交辞令 中国人民都有一套独特的解读方式 很显然 那就是话不投机办举多 中方提出了自己的关切 那就是我们向美方提出的四份清单 要求美国纠正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 中方重点关切的涉华法案清单 中美八个领域合作清单 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 在近年中美高层会晤上 总能见到我们提出的类似的清单 也就是网友俗称的布置作业 但是美方的承诺与言行向来都是相反的 而这场会晤之后 美国似乎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于是他也就不装了 美国的动作更疯狂了 在巴厘岛会晤结束后的一周内 美国使出了多个手段 一边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提及南海仲裁所谓的裁决 并承诺美军会保护菲律宾船只飞机和武装部队 这是在怂恿菲律宾冲锋陷阵 而美军的承诺在现在看来只是一个笑话 同时美军最近在南海的动作也愈发危险 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非法闯入南沙领海 同时美军哪根号航母打击群也出现在了南海 既是为一些域内国家站台 也是妄图震慑中国 随后布林肯接连开展了中国周边外交公式 访问了泰国和日本 与此同时美国财长耶伦也先后前往日本印尼等国 此外还有多名美国高官访问韩国柬埔寨 打算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全面的维独网 除了这些外交军事博弈 美国还把科技博弈放到了台面上 最近美国芯片法案取得最新进展 认为出台这个芯片法案已经建在弦上 不能再等了 这还是次要的 在此之前美国还提出了芯片释放联盟 要求韩国8月底给出最后答复 美国这是把致命筹码放到台面上放手一搏 逼迫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放弃大陆市场 但如果没有中国大陆市场的消化 他们的产能势必会过剩 到时候反噬的还是他们自己 但无论如何 我们要做好在高科技方面与美国脱钩的准备 既然美国撕破了脸 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 首先是人民币国际结算已经进入实质阶段 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币和币拓首次使用人民币结算 以取代美元 这是大宗商品人民币交易的一个转折点 前段时间还传出多国加大人民币持有占比 这些年美国大肆印钞 肆意滥用金融手段 这都让世界各国意识到美元并不是什么避风港 甚至是台风眼 唯恐避之不及 在避开美元交易的同时 多国也开始减持美债 最近美国方面公布一份报告称 中国大陆五月份所持美债环比减少了226亿美元 至9808亿美元 这已经是连续6个月呈下降态势 也是时隔12年来首度跌破了万亿美元大关 美联储加息便是我们抛售美债的最好机会 无论是推动人民币国际结算还是大幅抛售美债 这种反击对美国才是真正致命的 而且这样的筹码我们还有很多捏在手上 反观美国几乎已经千驴祭穷了 好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